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加坡之音 开空难玩笑遭轰,声名大噪,邀约不断,Jocelyn Chia得意,感谢马国 拿马航MH370空难事件开玩笑而备受争议的脱口秀演员Jocelyn Chia成为美国知名新闻周刊的客座专栏作家 她称完成儿时梦想 Jocelyn Chia近日在推特开心分享道 美国新闻周刊邀请她成为客座专栏作家 指她儿时的第一志愿就是成为一名记者,特别是专栏作家 她说,能在20年后间接实现儿时的梦想 说真的,这让我有点感谢马来西亚,哈哈 7月1日,Jocelyn Chia在新闻周刊上发表了一篇 名为我因一个玩笑被取消了的文章 描写她在开MH370空难玩笑及辱骂马来西亚后遭大批网民踏罚 许多商演和节目邀约被取消的心路历程 她在文章中说,虽然这场风波使她失去了很多工作 但她也因此是得到更多关注,知名度暴涨 还因此收到更多的节目和演出邀约 她直言,尽管许多人认为其职业生涯将就此止步 但她本身并不这么认为,称只要相信我是对的 我就会坚持我的立场 她说,一些主要媒体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 英国广播公司都报道了有关国际刑警仪式 让更多人开始了解情况并站在我这边 我听说一些美国喜剧演员通过推特为我辩护 我就恢复我的推特账号了 马航客机失联事件 2014年3月8日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号航班 在由吉隆坡飞往北京时 起飞两小时后就与控制塔失去联系 当时机上载有227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 马国民航局2015年1月29日宣布科机失事 并推定机上所有人员遇难 飞机至今仍下落不明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新加坡之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